檢調編分六十五路 針對蘇貞清 廖國棟 陳超明 趙正宇 徐永明 陳唐山 頂六位前後任的立委 跟相關的人 發動空間 大規模的所在 還經過五十三小時的 馬拉松市的真審 除了開庭的時間 破紀錄以外 念受到 受到的立委的 人所也破一九 九二年以來的紀錄 這個真審完畢了三個立委 確定收下 另外三個告報 那麼因為這六個立委 相於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時代力量到五等級 所以對國黨的行政 支聯有很大的傷害 尤其是這個民進黨 爬上去中統府秘書長 蘇家傳 因為在那蘇振卿 辭案 請辭獲准 爬上去蔡英文總統 很討厭 很快就在 總統府開記者會選佈 由這個剛前任海紀會 黨主党沒有多久 爬上去還沒收的 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會接任 這一連傳的政治事件 哪像是九二一七夕大地黨 這個撼動全台 接下來這個法定對臺灣政局 以及蔡英文總統的三萬 會產生什麼樣的 衝擊和影響 非常大家的關心注意 臺灣民意基金會七夕全國性的民調 有針對蔡英文總統三萬 跟蘇振卿 內構表現 正中大問題做調查 直到很多重要發言 由二空一九年到七夕開始 所以整個世慢慢好起來 跟政委志 所政中大陸 現在應該是就任了 最好的時候 不過最近蘇振議長有兩件事 也受到多次 這個就是 早上蘇小春 二空一九年有表到 加清萬的政府的表案 另外一個就是蘇振議長 有人民的第一金控當事長 廖燦昌 因為這個航空公司 掏空案被減風起訴 雖然蘇振議長對兩岸 都有很快做稅名 跟他定遷 不過外界聖音 這幾個聖音 還在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Harry Truman 有一句名言 就是說 怕熱就不要入肚房 還有比較準確的意思 更精確的意思 意思是說 如果你沒辦法入肚 熱你就怕出肚房 不要做就對了 所以做也不做 要做也不需要繼續做 都在政治人物一粒之間 蘇振昌議長現在回紅 很受人民的堅定和支持 但是沒有繼續做的 都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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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